大家好 我是手艺人杰登 用名吴老板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csf的另外一个实例啊 我们来一个修改密码的实例吧 这个呢 用我们这个站点叫dvwa啊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啊 这里面我们部署的那个 把场环境有个叫dvwa的 是吧 然后我们访问一下他啊 然后在这一挥车啊 就来到登录页面 默认的登录用户名密码是admin 密码是password的p-a-s-s-w-o-r-d 啊 然后点击登录 登录进之后来到这啊 dvwa security 然后在这先选择一个low 呃 这个security就是安全防护 啊 先弄一个低级别的安全防护 那你设置好安全防护之后啊 这些漏洞你就可以去测试了 啊 如果你设置的是impossible 那这是这边这上面这些漏洞测试呢 它是都没有漏洞的 好吧 你设置这个low呢 就是它漏洞就是比较明显 设置media呢 它就加了一些防护 设置high呢 就加了一些更高级的防护啊 但是都是可以被绕过的 impossible是不就是不能被绕过的 好吧 我们先设置为low啊 然后点击summit的提交 来到csf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实例啊 这是一个修改密码的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登录一些网站啊 就登录完网站之后有一个都有经常都有一个什么修改密码的地方 对吧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登录这个网站修改密码的地方 在我们自己这个用户的密码的一个位置啊 在这呢 进行密码修改 你看 直接就可以在这输入新密码 就是你登录成功之后啊 直接在这可以输入新密码 然后确认新密码 然后点击change 就可以修改密码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改一个试试啊 比如就改成jaden 啊 这个也改成jaden啊 然后点击change 那么我们登录 它告诉你password change的 表示密码被修改了 好吧 然后紧接着我退出 logout退出 然后在这再登录 admin 再输入原来的密码password pa sswrd 然后点击登录 你看 login field 登录失败了 对不对 因为密码被我们改掉了 改成什么了呢 改成了jaden啊 然后走 就进来了 security 也是low啊 好 那么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事例呢 就是通过一个csrf攻击啊 来修改他的密码 啊 就是直接修改用户的密码 比如说现在这个用户登录这个网站了 然后呢 我们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自己啊 也登录这个网站 比如说 就是假如说我们是黑客啊 我们登录这个网站 然后点击 在这输入个密码 比如说输入一个jaden1 jaden1 改成jaden1 好吧 然后点击拦截 然后在这点击change 哎 我们就抓到了这个数据包 看到没有 然后把它发到repeater冲发器里面去啊 然后这个呢 去放丢包啊 丢包就是不把包发到服务端 那这样的话 密码是没有被改掉的 好吧 我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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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取消拦截啊 然后返回一下啊 刷清一下这个页面啊 然后我们这样 重新登录一下 你看下效果啊 admin jaden1 走 登录成功了吗 没有啊 说明没有被改掉啊 输入jaden呢 走 进来了 对吧啊 也就是说密码 刚才的密码 修改密码的动作啊 这个数据包 我们并没有发送到服务端 所以说它并没有被修改 好吧 比如我们自己登录这个网站之后 我们自己玩了这么一个抓包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呢 抓取这个 玩了这么一个什么呢 修改密码的动作 然后抓起了个数据包 分析了一下 它这个 发送修改密码的请求 是讲这样子的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它发了个gad的请求给这个网址 然后这个密码呢 你看 你输入的密码和确认密码都在这呢 也就是说 其实我只要往这个网址发请求 发一个gad的请求 就能修改密码 好吧 就能修改密码 那如果说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把它拿过来 比如我再打开一个火壶留言区 我换一个留言区 然后前面这个网址还插一些东西 插这 把这个拿过来 好 把这个鞋杠多居的身 鞋杠删掉 这就是修改密码的那个网址 我们这个 我直接在这一挥车修改不了密码 你看这个效果 它来到登录页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浏览器还没有登录这个网站呢 所以说它没有这个网站的这个认证信息 比如说cookie信息 它没有 对吧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浏览器上输入这个网址一挥车 它可就改掉了 它可就改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用户 这个正常用户已经登录这个网站了 好吧 那现在我干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页面啊 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再打开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 呃 这个网站呢 我去做一个页面 这个网站比如说就是 呃 黑客的一个网站 然后咱们登录这个正常用户登录这个网站以后 不小心啊 不小心来到来什么呢 来访问了之下这个网站 好吧 保证又重没有关系啊 然后点击它 123 增入进来 然后打开我们那个is 然后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到咱们在这部网站 这是个繁诺 对吧 然后打开它啊 然后这是这个没什么用 删了它啊 这个也没用 删了它 这个也没用 删了它 jadden.html吧 我看有jadden吗 没有 jadden.html啊 确定 然后把它用notepad加点打开 然后给它写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写什么呢 就写这个 上面这段代码啊 呀 什么呀 闪掉啊 重新复制一下啊 好 然后把它放在这来 好 Ctrl S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网址 是哪个网址呢 就是我们在这 火候着刚才访问 刚才就是这个网址啊 把这个网址拿回来 比如说你看 这段代码是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这段代码就是写了个页面 这个页面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A标签 这个A标签呢 名称叫 它是个按钮 对吧 A标签按钮 名字叫jadden.html 然后它对你的网址 我们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网址 然后这个前面还插这一段 这是完整的网址 然后把这个删掉 也就是说 当用户访问了这个页面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会给这个网址发送一个请求 对吧 我们知道A标签 HERF属性是有这样的特性的 你点击它 它就自动往这个网址发请求 对不对 而且发的是什么请求呢 是get请求 这是A标签默认的效果 好吧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 比如说现在这个用户访问了这个页面了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呢 才来访问这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它的IP地址是 咱们看一下啊 Windows加上键 CMD IPconfig 19.168.2.116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访问一下啊 跟它是两个网站吧 它是114 对吧 19.168.2.116 下边有个json.html 走 看 就看到这样一个按钮 对不对 然后检查原码 你看一下这个按钮订队的网址 是不是就是它呀 对吧 当用户看到 用户用的是这个浏览器 登陆这个网站的同时 来访问了这个网站 看到这个网站的某个页面 当它点击某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网站的修改密码就被人攻击了 好吧 我们把这个密码给它改一下 这个是现在这个网站 它的密码是json 对不对 我给它改成什么 我是不是给它改 我在这发送的是吗 是不是json1啊 我就给它改成json1 好吧 那么现在啊 当它一点击 看上 走 是不是挑战到这个页面来了 并且这显示了个password的change的 是不是 那你想 刚才这个挑战动作 是这个用户自己想发送的这个网络请求吗 其实并不是 它是来到了一个恶意的网站 这个网站上有个按钮 它点了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帮它 这个按钮恶意挑转在这 好吧 恶意挑转在这 然后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看看我把它关掉啊 然后这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啊 然后它再登录 admin 它输入它原来的密码json 点击登录 进去吗 发现进不去了 对不对 然后admin 在这输入json1呢 然后点击登录 是不是就进来了呀 说明什么 说明刚才它访问的这个恶意网站 做了一个csf攻击 攻击了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并没有做csf的 这个漏洞防御 漏洞防范 所以说它被什么呀 它的密码就被人改掉了 就被人攻击了 明白我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csf 这个修改密码的事例 最简单的一个事例 这块大家应该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是不是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行 这是它 然后想想这还有什么要提的 可以 好 那其实除了这个a标签之外 我在这写的是a标签 还需要用户点击一下 对吧 如果写的不是a标签 我直接写的什么标签呢 比如写的image标签 src等于 直接等于下边这个网址 那用户只要一点击这个页面 打开这个页面 这个标签 它就干什么呢 image标签有个特点 它会自动给src属性对应的网址 发请求去要图片数据 对不对 发送的请求也是盖的请求 它的请求 它的请求都是浏览器发起的 上边是浏览器自动发起的 下边这个是什么呢 是你点击某个按钮 浏览器帮你发起的 好吧 那如果说是某个图片一加载 访问了这个网址 那么就是你也相当于 你就打开那个页面 打开刚才那个页面 你就被什么呀 就被攻击了 好吧 192.168.2.116 下边的jaden.atmail 192.168.2.116 好吧 jaden.atmail 你只要一打开这个页面 一来到这个页面 它不用点击什么按钮 那你就被攻击了 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这个标签自动加载的时候 就会给这个网址发请求 好吧 这就是典型的CSF攻击 修改密码的实例 好吧兄弟们 行 那这个实例呢 我先说到这 下节课我们把这个等级 安全等级给它调一调 给它调高一点 好吧 行 我停下视频